你就真的会不断看 如果你不是做我们这一行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 抽个时间去看这么多只 推业人士可以 有喜欢的 推业人士有喜欢的 就会花时间 不过你一定要喜欢 而且你要喜欢这一样东西 也要相信这些事集有帮助你 嗯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理念 好 看码了 4号中横天下 以何良的初出马来说 头一场就算跑得不错 是的 可以形容一下 上次怎样不错 他都要被人顶着在外面追 他不是说沿途留得很好 省了位置的摄上来 他是飞出大外档追上来的 那场马 那场的4班千二 不会太差 因为偏偏君子 风继续吹那些 都是有好赛绩的4班马 好 上次的走势 大家在事前计算不到这么好 原来过终点 看到他摸上来 摸得挺好 是吗 立即 立即变得更多人 立即变得更多人 跑完之后 跳了多少货 如果呢 1月23日到现在 差不多1个月 这个月的进展是怎样 都见他有进步 状态上是比上次好 我又去和你分析一下 上一次也是不看好他 若莫 不要特别说 上一次你觉得他给多少成水准 上次我觉得都是七成多 七成多也挺高的 那今次呢 今次我觉得有八成 有八成 即是进展少少 也不是很多 是 好 这就是旧马 海豚升三号 跑这个路程 对 少一点 因为赢马也是赢直路赛 全部赢马上名也是 五岁 到现在他不跑得多 今天才是第十四次上阵 两升两个上名 有没有那么厉害呢 可以跳到可以跑1200 我看就不觉得他很厉害 很难 我觉得他的心态就是 健康吗 就跑 那分也无妨 53分 跑两场都不减我 当然不减你 好 看看二号桃花城 走出来 这些款式一点都不会讨好 甚至在神科士跑 也不是那种起硬的马 我记得这款马 初初来到香港的时候 最早期 也不是很大 这些马 现在这些马 你看大只 初期那些 1160多磅 现在1244磅 快重了 差不多100磅 五岁都可以变得这么大 你想想 所以马的变化就是这种 好 回到沙田 一号马合约精神 是否叫做 回到沙田 如何评价他呢 近四场都是跑谷草 上季他赢了 又赢了1400 但那组马的时候 到今天看回 都挺差的 所以他就跑去跑马地 所以你说那天 搬顿吗 搬顿 我也觉得真的很棒 但还未再赢 那天赢了就行了 你以为他不想再赢 他是年轻的 你只能吃两碗饭 吃了半碗 你当然不够 当然想多吃一碗 8号的超越名区 上次报1400退出 今次再报1200 上次发脾气 今天走出来暂时还可以 马就说 在外观上 没有走样 没有成 在路程 我不知道为何他会这样 计算 为何又跑去前沿 其中一匹初出马5号 自有刑 不喜欢 两位都不喜欢 是的 他试了六个杂才出来跑 但其实走势也没什么特别 还未吸引 不会有些收藏的 那些是吧 我未给到他评价很差 但未到留意的阶段 当然不可以用后运有理 就给吧 虽然同一个负系 如果85字可以吗 85字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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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算 85字都可以 这只又 又新 这只试习 还试得很多 包装必胜 其实潘顿很早期 也试过这一匹马 是 继续说 试得好吗 然后 那一副杂 就压着 没什么怎么骑 但其实之后 也看到那只马 是慢慢的来 那状态 11月27 你说的那时是潘顿 是啊 11月27 他已经持续这一只 没错 后来他就不展示 当然有一段时间 他养伤 另外一只 亚洲藤王 刚才我们说了一点 为什么今天会有人 比较对他关注呢 两位对他们的试集 一 Krissy觉得那课不辣尾 会不会又不断 粗起了 其实他三个集 他不是输得很远 名次就差点 也只是输三个多码 嗯 稍后再补充一下 质身马 再看一只9号的大唇威 也不知道漂亮了多久 是的 漂亮到 我经常说很漂亮 功夫做得很足 跑法很快 那就有能力上的问题了 立即跑的 你信不信 不是很久 现在还是跑到第33场 哈哈哈 但还没赢 好 灰马10号影侄 对吧 这次 上车也跑好了 前车也跑好了 这次还不增情 走回去跑转弯了 转弯了 转弯当然辣不到 因为早期也是跑转弯了 不是 他有一段时间一直跑转弯 在叶楚行心目中 一千太短了 他是因为跑转弯 跑转弯 跑到他都投了行 所以就跑短了 一千了 否则他会集中 泥又跑 什么都跑了 你看这些心意 但都是得一变 好 11号 荷花复星 忘记了 Krissy 都隔了一段时间 没跑了 你们把他已经扁了 某个位置 是啊 已经不太喜欢他了 虽然外貌做得很好 如果配个英俊 那些黑马 没有事 当然很好 即是曾经喜欢过 厉害 厉害 因为厉害 厉害 那些马 早上很漂亮 我也曾经做美国 是啊 12号 福满堡 跑马地仔 跑这个沙田 都望见故乡 45分左右 我都觉得他望见故乡 要服的 这只马 在跑马地 贵来 你看他拼了多长 他不是不拼 他绝对有把握 在那个分数 他都觉得有得赢 当然一定是谷到 马都爆了 十三号请阳路 上季尾做的喘名手术 然后一月尾就跑了牆 然后又翻法 唉 真是难搞 这些 这些是最早期的 引到人 真漂亮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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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输了 五顺气 再来 整整一下 第三尾都要躲躲 再翻翻 没办法 14号 鼓浪精彩 看来的样子 形格也不错 Swaynes的爹地 我現在開始了解 都頗有增性能力 未必是很頂級的馬 但到現在來說 都有一些能力 而且最主要是 現在因為沒有一些特別 很厲害的馬 在澳洲 所以現在的身價 爸爸的身價也不太貴 香港練馬師很多 願意去駁 馬不出飽度 六分鐘 我們先選馬 誰有合心意 好 我選10號 我要2號桃花城 2號桃花城 再選 8號超越明區 再加1匹 14號古浪精彩 2、8、10和14 14號 我覺得有挑戰性 可以選擇 在深水範圍 我提到增強你的信心 剛才我不看見你說 我看見他 埋味的泥雜 做得不錯 我剛才應該去聽你說 你會補充 所以不用擔心 有合心意 可以提出大家討論 你不用說 你不用等我 說了你才 答一兩句 譬如說 不只是這隻 你可以其他也可以 譬如4號 你已經提升了 剛才你說的 你提升了這隻馬 已經達到八成 但八成你也不選 八成 我覺得在這一組 可能未必足夠 大家先等 哪一組突出 我自己最喜歡 是八號和十號 你分析一下 八號 其實上次退出後 也做了功夫 試試大閘 其實狀態上沒有問題 所以還是要請先 十號呢 十號 其實他縮程後 有他的級數 直路賽已經上名 這次跑到1200 其實他也懂得跑 但你忘記了 他最早期搬頓 在直路賽贏嗎 是呀 但後來 那隻馬就下腳慢了 那可能 其實已經不可以用可能 一隻舊馬 已經不可以用可能 你要硬一點說 他真的下腳慢 是呀 那就要跑長一點路 這是葉楚行一定知道 他對這隻馬對得一定認識 所以他轉型了 跑中距離 他對那些馬其實都頗強的 可視就是 你又排壞位 馬又不是經常保持得到 如果保持得到的話 好像紅旺一樣 已經贏了很多場 嗯 那為什麼他會縮來 跑一千呢 沒什麼辦法了 是呀 又試一下 所以你那個角色 和別人去連馬斯 是兩樣東西 他當然在轉彎 他經過了很多 所謂的挫折 是呀 你千萬不要說 他當然有打算 不會的 減分 你不要想得太簡單 一定是 還有你鎮上 你看他跑的騎士 那種落力法 流放一樣東西 是吧 都用過大師傅去說 所以現在一樣 就是講 那兩隻 這隻影疾 又這麼久未贏 千萬明驅 又是一隻新 四號又是新 那為什麼你說四號 在這一場不夠跑呢 其實那兩隻 你傾下去 你都不覺得它很突出 一隻四號 在你的眼中 難道已經這麼快定了影? 始終它是一匹三碎馬 我覺得它可以再好一點 三碎馬 對 三碎馬 但三碎馬 可能有個質素都可以搭夠 對不對 看完這場就知道 對 所以我現在討論 為什麼你會覺得 如果你去到八成 為什麼你都沒有 你覺得它不成功 我補充這隻四號 其實我覺得它上一次 根本無戰略可言 一個陸軌 毛衍東根本對這隻馬 一點都不認識 但是騎士仔 就很心機去跑這隻馬 算了 拖拖拖到後面 忍住忍住 一拖拖出來 馬就砰 其實第一波 我們看到這隻馬 鬥心都不錯 是 根本沒有什麼水準可言 是嗎 是 因為賽前我們都沒有特別講 沒有 我們對這隻馬 其實認識都不敗 因為完全是好像 不要看它 不需要看它 是 你看不到它好 好了 因為它很近 那就一個月就跑了 這段時間它拍跳 怎樣呢 你又一看 我上次沒有進路 跑完後 你又覺得有沒有變化呢 外地你就不能知道 如果它在外地 因為沒有神粗片 你看 但香港有神粗片 你會覺得怎樣 我不會這麼快判這隻馬 我不會這麼快判這隻馬 有多少成水準 嗯 因為我也是 咦 為什麼跑得這麼好 它上一次衝下去 它衝了一段距離 但它沒有再加速 嗯 沒有再加速 是 是 你的衝情 不是很靈異 但經過第一次來計算 這隻馬 在何良手上 你知道它一向是一個作風很慢的蓮馬斯 很謹慎 是 其中一個原因 不怕說 其實很簡單 它貨不多 貨不多的蓮馬斯 它一定要摸得很通透才行 嗯 貨多就無所謂 做到那些大把 三十多隻 現在三十五隻 你明白嗎 我和你說一下 貨多的那些就無所謂 砰砰砰砰砰砰 行不行 不行才算 沒有所謂 好嗎 有能力 32隻馬裏 你還要想想哪些是有能力贏 你怎麼知道 它也要摸索 其實它也要摸索 好了 講到這裏 很順利 對 最後階段 五十一 五十二 十四 這三匹馬 就多些朋友要留意 入閘 入到八八九九 中環天下 就尾三入閘 最多朋友要留意 是八號碼超越名區 現在都入了 它是尾二 最後入閘 八周藤王 第二場四班千二米 十四隻馬出足 全入了 交給雜錢 好 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有包裝必成 第二位 古浪精彩 第三 內南黑色鼻枯 第四位 有包裝必成 第四位 還有超越名區 接近終點第一名 麥便 是包裝必成 似乎 四隻馬平牌的時候 賣便那隻佔先 包裝必成 至於第二名的馬 就真的近了 有這隻古浪精彩 黃三十二號 覆滿寶 山山來馳 八號那隻超越名區 中點前很接近 但是偷裏面上 包裝必成 潘頓贏馬 第二名 看條線應該覆滿寶 機會高些 第三 第三似乎就是 後上的超越名區 第四先可能是 古浪精彩 不過二三四名 都很近 還要拍照 贏馬就粉紅 沒有這隻 看到潘頓 攝著內欄 鏡頭也拍到給你看 多麼咬牙切齒 在裏面 偷裏上 剛剛贏 第二名 黃三那隻福滿寶 機會高些 但二三四名 再拍照 還要等 第三 超越名區 都很遲才找到位 衝上來 古浪精彩 一度有些走勢 終點前可以轉弱 看重播 我們先走 看著河花福星 尾三影疾 尾以亞洲騰王 出襲慢了 自由營 暫時爆尾 轉彎入直路 請讓路放頭 大順威 第二位 古浪精彩第三 內欄黑色被枯 第四位包裝必勝 看到這隻福滿寶 黃三移出來中檔 撞開一隻 海豚星 外面位置 還有桃花星 最出有幾隻 合約精神 中環天下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請讓路還是佔先 看到中間上來的馬 有這隻古浪精彩 黑色被枯 裡面還有包裝必勝 外面是福滿寶 馬林後面還有影疾 最後八多米 古浪精彩 鬥外面福滿寶 埋面包裝必勝上來 第四位還有超越名區 接近終點第一名 埋面 是那隻包裝必勝 好 看到從未跑 已經稀斯轉過去 呂建威的包裝必勝 一出即勝 潘盾 很有心機跑 還有一個很有心機 還有兩三個很心機 一個就跑第二 那隻是福滿寶 另外波仔的古浪精彩 都很好心機 不過你12號也可以跑第二 都復他了 沙田跑第二 因為他今季跑七場 全部都菊草 我都難度高了 我都向14號挑戰 對 也有特意看看 熊熊 威之星那些 跑菊草 福滿寶 就過來跑沙田 我就不會經常向這些觸路去計 我還是要研究它的能力 嘩 這裏真是很近 2、3、4名很接近 第二名 我穿上最出12號 黃衣服滿寶跑第二 三、四名都有上 第三名 中間很遲才穿著 白白地帽 那隻超越名 他有深藍色衣服 所以他現在這場馬 這個千二的確是短了些 現在看下去 為何他上次 他所謂研報的千四 是有原因 有些原因 他覺得那是對的 那個路程 是 都是前列馬房 呂建威 包裝 其實包裝 多數現在都是給了潘頓 又或者是何宅堯 先選的 潘頓首選 一定是 他可以先選 一定是 馬主也是比較屬於他 嗯 合作很好 又追近多場了 潘頓 我不想這樣 我都說 等到差不多莫雷拉 還有多一天 大家 兩個大哥一線 一齊再來歌 是 我第三次說 以前也是這樣說 是否好看很多呢 是 下個禮拜日可以復出 視野一般 鏡頭很麻煩 留心看看 那隻叫做智友營 拉屎回來的馬 重很多 是 紅袖紅帽 包裝了 快點請讓路 開邊大純威 這些是主動的馬 海豚聲都快 桃花性 而且外檔令到他有點尷尬 又不夠太快 反而中間的古狼精彩 放得不錯 包裝必勝 就在古狼精彩裏面 後一陣合了精神福滿寶 還有超越名區 鐵欄中間 荷花福星 最外面還有一隻 就是後一點 才見到 7號馬的亞洲藤王在後面 影疾 這次也是在後面 最後一陣子 包了尾 就是澤哥哥 紅帽的自由形 下一次 至於影疾 值不值得跟進去 也值得跟進去 奈何的 真是失魂 超越名區 現在選不到 拿不到位 因為包裝 必勝就拿到他的位 鋪在這裡 想想想 如果他早點出來 不就真的有機會 撲上來 走勢足夠 走勢夠贏 真的夠 追很多 50才能追上來 真可惜 自由形那些 已經撲上來了 路程不夠 下一次即是千死 海豚升 千二就蚊了 還想跑 好 看看第二場最後賽果牙跑 第一名六號 包裝必勝 騎士潘頓 跑第二名十二號 福滿寶 騎士潘明輝 跑第三名八號 超越名區 騎士巴道 跑第四名十四號 鼓浪精彩 騎士波見市 還有分段時間 頭段23秒59 第二段23秒05 沒段24秒23 賽事時間 1分10秒87 香港速度系列次關 短途街市 速度對決 夏威夷 夏威夷出來了 接近終點 董事盃的得主 是夏威夷 顯生勝 顯生勝已經投出了 贏出這場 浪琴標 在港鐵道錦標 健康愉快 健康愉快投出 接近終點 旅王銀希紀念盃 旅王銀希紀念盃 沙田馬場 今天第一行的重要級賽事 就是旅王銀希紀念盃 即是這一場 是國際一級賽跑千四 香港速度系列的第二關 8匹馬上陣 都有3匹重化兵 先看重化馬 3號顯生勝 1月27號上重化 2月7號回來 5號高大威猛 10月7號上重化 2月16號回來 還有8號加州德順 2月6號上重化 2月16號回來 energia我朝滿多獎 tl 1號 1號 2號 2號 1號 2號 2號 再數下去都10開外 有8號的加州德順10 然後2號架應之聲15 6號健康愉快17 7號行運快車都是17 最後5號高大威猛24 上屆盟主夏威夷 又衛免的 剛剛贏了董事盃 夏威夷來了香港第一季的時候 那個進展 的確大家都會在心目中 真的都很幸運 買到一隻這麼厲害的馬 講完沒多久 就發生了這隻馬 腳有些問題 所以那次 那年的跑打比 都在賽前有一段時間 那個操練都有點瑕疵 是 是 他還要很短時間內就要跑 那慶幸之後 給他一些時間 他也能夠交到成績 坦白說 一隻馬可以成為馬王 除了你真真正正實力很飆青之外 有時候都要配合那個時勢 兩位同不同意 同意 講一下什麼叫時勢 新的 講一下新的 Krissy 在你心目中 什麼叫時勢 這個賽馬 可能自己的實力都很突出 但對手也很強 可能別人比你的時候 你也經常跑兩三名 對 這個對 有了一隻這樣的馬 對 真的不是開玩笑 對吧 你已經買到一隻很漂亮的馬 奈何 剛剛那個年代 有一隻更突出的馬 我這樣說 我永遠都想起好望角 對 你這麼小時候 你都記得 生不逢時 很厲害 好望角 很厲害 那怎樣勁回來 我去了外國 我就贏了 我避了你那隻精英大師 很厲害 精英大師 我真的厲害 精英大師 精英大師厲害到 我不是地頭蟲 我不是地頭虎 我只是在我們地方 我就贏了 看看這場什麼參賽馬 陶騎師練馬 有1號馬 夏威夷 潘頓上界盟主 2號家應之聲 蔡明紹 3號顯心聲 都是贏一級賽 蝕欣 4號福日 5號高大衛猛 6號健康愉快 7號幸運快車 8號最低分 加州得順 對 對 說回 朱英大師 我不是等你的外國馬來挑戰我 我出到外地我都可以 好望國 你遇到那隻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你現在夏威夷 其實夏威夷是一隻 大家很尊重的好馬 我一看 這隻馬真的厲害 我那時候 這麼厲害 跑打比 排高位那麼壞 賽前的操練又瑕疵又傳來 結腳 這樣都可以謹敗 上一次我們也有討論這一點 其實我之前也有討論 現在再證明他贏了兩代的馬王 那時候他贏了美麗傳承 你告訴我哪隻 你說到天花龍鳳也好 哪隻馬優質多少貴 你落場贏給我看 贏如美麗傳承 上次贏了金槍60 厲害 所以這場的對手只有自己一個 我看超山 也好一點 真的不是浪費了 我們喜歡賽馬的人 幾十年 自己很好 不只是平 自己也有參與過 去挑選馬的過程 他看完那個總馬之後 我敲門 打電話去 Marcus是那個總馬的主人 打電話去問他 是 親自去看 OK 不要說過去的事 喜歡賽馬就是這樣 好了 幸運化車 這隻 Chrisy的賽衣 讓我們再說幾句 這隻馬 14米當然是最好的路程 其實狀態上他也在 他仍然維持得很好 但在級數上 跟這堆對手比下去 好 你這麼熟悉 你可否形容他 在這一組裡 他 熟衣 記得什麼水平 我剛才用的A加 就最好 A也不錯 你給他分 因為你夠熟 對嗎 我也給他A的狀態 Kristy的私家馬 私家賽衣 馬 不是 他很有趣 還有一隻 他很有趣 這隻賽衣 他特別喜歡 逢藝的賽衣 他也是選擇的 剛才我們談過 1號夏威夷 好的馬 他除了質素好 現在的健康 已經完全沒有問題 在場地的狀況 都很厲害 他是一隻全賽馬 這些地 我也見過這隻馬 跑得很好 對嗎 Kristy正在看 馬上按下去 繼續都是潘頓 這些也是我的心 Kristy有兩隻心愛 這場我也有心愛 這隻是我的心愛 是的 Kristy知道 楊俊經常說 這隻是你的 你 不是我的 是我比較喜歡的馬 聰明就是聰明 聰明就聰明 聰明就聰明得像夏威夷那樣好 這些我們就是分類 一班裡還有分級 一定要給大家全勝時期 不是算有些強手的 有瑕疵或腦腿 如果你說 你那時候贏了威爾頓 大哥 他回答了你老 就贏了他 不是 我以全勝時期計 大家年輕 對嗎 對嗎 同意嗎 這隻也有點生不逢時的感覺 嘉應至聖 也不是第一次說的 是的 他也是 他也不是很幸運 但他又沒有去到好像很望角 是的 他本身的能力沒有那麼厲害 很望角 我只會輸給一隻精英大師 其他我都贏了 是 因為他已經證明了 但這隻 難就難在於 他又金槍六十 又美麗傳承 又撞路程 對 你說他也挺困難 他說狀態 這隻嘉應至聖 挺穩定 四號碼 福日 又一隻好碼 好到來 如果他說的路程 這個千四 就有一個問號 嗯 千二就很好 對 他相對上 他那種競賽生涯 他就不夠人家那麼一番通順 我想如果在這組裡 三和四可以連入同一個級數 嗯 一之後就到他們 對 一隻就贏了六WIN 這隻福日 贏了七WIN 而兩隻都贏過一級賽 五號的高大威猛 上次已經九月跑了 爆了缸 你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讓他足夠休息 現在他處於這些分數 大家都心中有數 是很難捱的 上次的頭馬 記得了 兩位 超慢的步速 慢到什麼程度 大家都知道 金姐你沒有了那些慢步速 沒有了那些形勢 這場馬 你說他怎樣跑為之好 快有幾隻快 你過家應知星 你過那些健康愉快 甚至不可能加州得迅都會快 是啊 所以就難跑很多 高大威猛 六號健康愉快 用班得禮 這隻又是Crisse 那些 Crisse選了那些馬 那些高班 他經常是慢步速贏 真的嗎 他選了那些二郎 他經常是慢步速贏 也是一個技能 不是技能 是有一種光 是 這隻季初都交代了一場頭馬 但之後的健康又有些問題 氣管多血 你知道的 其實這張馬 告訴你 他去年那麼久 那麼早休息 其實是有問題的 但為什麼他又贏得到呢 他本身也有一個質素在 剛剛又是合適 那場又是慢燈燈 對吧 他們說這樣也贏得到 8號加州得順 去到這個分 平榜跑真的勉強 7和8是同一個級別 對吧 純粹1 7和8又是一個級別 3和4又是同一個級別 嗯 是否這樣分 其實也可以吧 嗯 對 7和8都是狀態 但級數上就差一點 上次都算很慢 走得很近 回到來都是贏不到 那這些就是 就是 人家慢可以走回來 你慢走不到回來 對嗎 都算是近期還可以有少少進步 但未足以和這些對手抗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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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行 講級數 最多我不是說 這個 今次都要慢慢地震著地 地臨 地少少鬆軟 有突破呢 對 今天就是講這一樣 會有突破呢 對 又希望幫助自己 之餘 別人又打少少折扣 都是猜的 都是猜的 坦白 去到這些水平 每個人都要先考慮質素 沒錯 考慮質素 就是考慮近跡 再考慮近況、近態 三種可能缺 你缺一種 又如何解讀呢 所謂的藥女6、7、8 怎樣可以在這場上突圍呢 嗯 其實應該很難突圍 你想想個點 想個位置 我慢慢走 你慢難道我不會慢 對 最大問題是如果你慢 因為夏威夷也是不慢 他也是跟著你跑的 我不跟你傻 那當然不會跟你傻 是吧 搬頓會識的 其實很簡單 上場和前仗 跑法是怎樣的 夏威夷 上一場很明顯是放前一點 比起前一場 差多少 前一場大約是中後方的位置 那場國際賽 那場國際賽的心境不同 我上一次是跑一隻馬 對嗎 明白嗎 對嗎 對嗎 我現在試試拿出來 上一場我跑一隻馬 跑哪隻 金槍60 對嗎 前一場跑幾隻外地馬 我本地馬都看完 但外地馬我不知道 好像跑多少 我上次有部署 有目標 我就跟你跑金槍60 看得通 除了金槍60 其他我看得通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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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哪幾隻 我相信一三四會合理選擇 一三四 接著第四 問Christy有沒有特別心碎 如果問我會選擇六號 健康乳塊 好 一三四六 其實剛才我們這段時間 都分析了很多 鏡頭現在看上去 乳細很密 對嗎 好像很密 對 近鏡一點就會更密 第二場剛才跑完 看上去前 帶頭暫時不可以 不過剛才第一場 第二場的帶頭很水 不能參考 你會看到好像後追 貼欄一樣 A欄 如果正常地都可以 加一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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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2.73的指數 加上下雨 有些不同的想法 加上一件事 會混合一些新的馬 嗯 有些剛才 你剛才包裝 那個是很新的馬 我們提出來講 一隻馬 增性新的馬 是靠什麼呢 靠進度做的功夫 夠不夠狀態 對不對 你不說這些說什麼 當你一看不到 就馬演道了 那便不能說 對嗎 對嗎 如果你說好像這場 那這場多話說 多話說 多話說 都是講來講去 他那一堆的職 其實你還可以表達多一點 譬如說健康愉快 那為什麼又要選他呢 Crissey這場 你搏他什麼呢 雖然 雖然 總之 不要緊的 他第四個位 因為你選第四 對 第四是幫什麼呢 他這場會跑得好 你會看他是什麼 是他帶主動嗎 還是他是什麼呢 我想他就算放不出 都會守些二、三位 其實他過往這個跑法 都是可以的 而且始終都是小馬的場合 等前也比較好 他等前也比較好 那這場你會否認為他等到前呢 都可以 你覺得現在他在做功夫 在做熱身的加州得迅 不會快嗎 可能他會先放 他手在第二位 還有一隻加應之星 他靠什麼吃虎 這隻 加應之星 我覺得他可能因為縮程 就未必是快 前速可能因為這次縮程 就可能沒有之前那麼快 跑回短途 因為他之前好像想避 金槍60 走去跑千百二千 我講過這個問題 那次說他要避 避避一下 現在又縮回來千四 避了他 避了他 避不了他就是夏威夷 只是撞下車 你想想他 這個加應之星其實是降了級 他跑在沙田 他根本就是跑沙田大場 他跑一月盃 跑一月盃 那隻馬跑得多少 東尼哥一定知道 那隻馬不是很喜歡跑一月盃 你看那隻跑一月盃 也不知道跑到一塊泥 沒有東西看的 是不是 他也要他跑去跑 希望可以改 心態是希望的 如果你真的事前跟他聊 他願意告訴他 是希望的 結果沒有希望 那現在是不是走回來 他是大場馬 我的看法 這場健康愉快的 那些呢 就未必會帶的了 那些加州德訊 你看 現在那些粉絲來 這隻馬 你靠什麼 就是靠走 嗯 還要平榜 還要 你和 有多少粉絲啊 平榜 平榜 對 不是說笑的 對 穿6格仔 6.5 那些 勝出率 這隻加州德訊在這裡 是第幾位 八隻馬 裡面 照說吧 看賽職 第幾位 算起來 勝出率 勝出率 勝出率的話 他真的要排到第七 第八 對 三場頭馬 因為他不是算跑得太多 他相對上 他如果108鎊 這場我不敢說了 可能慢慢走 126鎊 跑到這些級數的賽事 跑二十多場 贏得三場 其實算偏少 當然 家應之星頭馬數字也不多 因為比例的話 其實家應之星的勝出率都低 不過說原因 剛才已經說了 因為經常撞馬王 對 這個很主要 如果你跟阿博一樣 他經常撞馬王 有什麼辦法 但是他的見樹 如果用獎金計 他多一點 八幾多 因為他撞馬王 他也跑第二 第二 第三是第二 有個磚 是專門打到那些 一二三級賽事 是啊 那你跑馬跟我說 級數 你們有沒有人平馬 不說級數 經常都說 說級數 來到這些不說級數 更加要說級數 那加州德訊 都是那些二班三班頭馬 如果這樣算的話 紅燈亮起了 我們今天兩場重要賽事的第一場 女王銀禧紀念杯 速度系列的頭關得主 當家猴王 就沒有跑這場 因為千四 可能對他來說都比較長些 偉達就決定留一留 不如等到主席短途獎 再出來和你們跑吧 另外三月四月當中 有些高班的千二 或者二級賽 有短途錦標 四月頭 入閘入到大半了 等下加應之聲 最後入閘健康愉快 對 女王銀紀念杯 八匹參戰馬 入閘交給集前同事 好 一跳出來的時候 高大威馬不快 加應之聲 又是不快 在尾二 前面快 是加州德順 健康愉快 淺藍衣 緊隨第二位 夏威夷 在內蘭第三 再看到外面 顯深星 進展第三 內蘭第四 夏威夷 外面第五 加應之聲 無法來 淺藍衣外面那匹 內蘭米至大日 尾三、四 黃三是福日 尾二行運快車 暫時包尾那隻 是高大威猛 轉香港體育學院灣 前面放頭的馬 在加州德順 外面健康愉快 夏威夷守著內蘭第三 外面第四位 還有顯深星 再後面的四隻 內蘭 尾四 黃三、淺藍 福日 外面是嘉應之聲 尾二行運快車 包了最後的馬 走進去 是那隻高大威猛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加州 德順 佔先馬頸威 健康愉快 第二位 附著三、四位 紅帽、紅衣 有夏威夷 想推顯深星出去 伊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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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